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这间屋装修得漂亮不漂亮就有很多方便去配合而成 这样就包括你长身的颜色, 配不配合到你间屋的设计 另外还有一些傢俬, 或者傢俬的外观的颜色, 配不配合到你家的设计呢 另外还有就是家的那些灯色, 那些灯色的外观, 灯色的光暗会不会是平均 会不会是很光, 或者很暗的情况出现 本来说, 装修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今天就讲一下一间屋通常都被忽略的东西, 就是电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电制通常都是放在最当眼的位置 而正正是最当眼的位置, 譬如入屋的位置, 就立即看得到那些电制 所以那些电制就一定要配合你间屋的设计, 或者你长身的颜色 所以第一的观感就非常之重要 稍后我就会给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接着我会介绍现时最流行是哪一款电制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装一些特别的电制, 需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呢? 大家记得看到片子了 首先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些极端的例子 现在看到这些灯制其实都又黄又黑 基本上抹都抹不干净 大家试想一下 当你一间新屋装修完之后 一入屋就开灯制, 发觉灯制原来是这样的呢? 真的看到都不开胃了 就算你家屋装修得多漂亮都没用 如果大家家屋装的灯制就像片中这些灯制 我建议大家积极考虑 去换这些灯制 在市面上这些灯制 就非常之多牌子 亦都非常之多款式 便宜的就十几元个都有 如果贵的一千几百元个都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换这些灯制 可以去你们的就近的电器泡问下 又或者问下你的装修师傅 有没有双熟的电器泡 可能会有便宜点 今次就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市面上戴USB最新款的电锡 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又一起看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那么好用 以及是怎样用的呢? 好 相信用手机用平板电脑 或者手提电脑 都是大家日常接触得到 亦都是会用的产品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 戴USB的制面 在我左手边 这一只就是斯莱德的USB的制面 大家看到它就像磨砂黑色 据我所知它就有很多种颜色 譬如金色 又或者白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去相关的电器泡问下 另外我就介绍一下这一只电锡 它就可以插一个13A的插头 另外上面就有两个可以插USB的插头 看到它就写着2.1A 最大的2.1A 其实这个就可以插普通的手机 只要插USB线 接着就可以直接充电 接着就可以了 像我现在这样 它的好处是怎样呢 大家看到它是2.1A 平常那些 这些火牛 我看就是2A 它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插手机 你平时不是要插过这些火牛 它现在就不用了 它现在就可以直接 插这条线下去 那就搞定了 就可以腾空了一个13A的插头 给你可以插其他的电器 当然 插完条线的 它也可以做一个 开关键在旁边 可以使用时就按下来 如果你想不充电 或者不用拆架 就关掉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就介绍另外一只的制面 这只制面 大家看到它也是磨砂黑色的 刚才说到 也是会有其他的颜色的 有兴趣也可以去你的电器店问下 接着就介绍一下它的制面 它这只同样也是斯莱德的制面 它标榜就是快速充电 现在看到它其实就65火 同样这个就是因为快速充电 它就用了Ti-C这个摺头 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Ti-C就是原生的插头 如果你说充平板电脑 或者手提电脑 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好处就是 不用带火牛 就可以直接插这些线 就可以为你的手提电脑 或者平板电脑充电 就可以了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它设计上 比较贴心的 它设计上 它就多了上面这个 托给你的 对 这个托就是可以 摺起来 也可以拉出来的 这个托其实可以让你 制收在墙身那里 接着你就可以 扔手机上去 边充电就边扔手机上去 就可以省了位 亦都可以 应付到日常的 例如你充电 你的手机就吊着一条线 这样 手机又不知放在哪 这个时候就可以 扔手机在上面 来看看 你会听的 想象中 绩子 能够 有事 有事 也有事 行 有事 可能 你会 是 1.2 排骨 2.3 排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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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 3.4 排骨 3.5 排骨 最後我做了充電時間測試 另外在充電期間我發覺到少許有趣的東西和大家分享一下 再補充少許資料 在充電期間我發覺這個開關鍵 只是為13A插頭 與這個無關 所以關掉這個鍵 只關掉13A插頭的電源 這裏插頭仍然可以充電 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我在充電期間 發覺到一個頗特別的東西 用這個鍵面充電2.1A 我大概用了一個小時不用 已經是由0至18 充滿了 當然0至18不是說車 是說充電的速度 是電量而已 大家可以看看 有一件事我覺得比較特別 比較有趣的 就是無意中發覺的 當我插進去 大家看到我的電話 它有些波波的上來 就是這個速度 是比較慢一點點的 稍後我會給大家看看 稍後快速充電那些波波 就零零射射會比較快的 好 接著就到快速充電這一邊 我首先就插進去 很明顯看到那些波波是特別快的 是湧著上來的 經測試之後 這個快速充電就比那個 足足快一倍的 接著又講一下這些USB的 制面的安裝事項 究竟它跟普通的插槽有什麼分別 在這裡 安裝這些USB的制面 要用它獨立的Fuse 或者獨立的MCB去保護著它 這一方面就要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一方面要注意的就是 本身這些制面因為大充電功能 所以它就有一個火牛在裡面 所以大家看到它就會有一定的厚度 比普通的13A酥那些會厚一點 因為它裡面附帶了一隻火牛在這裡 怎樣厚法呢 我可以拿一個普通的13A酥 和大家對比一下 首先這一隻就是普通的13A酥 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尺寸的 對比一下 大家就會發覺 它的明顯分別在這裡 這一隻就是普通的 這一隻會比較厚一點的 厚多少呢 大家就會看到 另外一款就是可以插13A酥頭的 同樣地都會厚一點的 對比普通的厚一點的 所以安裝方面 就要跟你的裝修師傅說 這個小箱會不會是要做深一點呢 這樣才可以安裝得到這些制面 這方面就要跟你的裝修師傅溝通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很快就已經介紹了這兩款 戴USB充電的制面了 相信看完我這條片的朋友 大家都懂得選擇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讚 還有有話說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 那我就時候為自己的手機充電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